跟被害者跟社会当中进行 还逼人道歉 不然就资遣他 让女党工身心受创昏倒 被逼离职离开政治权 虽然被指控性骚霸凌的陈又豪 蔡慕林都离开党中央 但党中央重请调查 更祭出隐匿相关案件 就开除的最严格标准 只是性骚风部越滚越大 更传出当年压下这起性骚风案件 是时任副秘书长林赫明 不过党中央强调还要再调查 不过性骚风连环报 是否还有未爆弹 党中央火速出灭灭火 而第一个被指控的导演薛朝辉 也发出声明向当事人诚心道歉 会全力配合调查 但也强调针对不实指控 以为请律师保护自己权益 也看火越受越望 党主席赖清德在亲上火线道歉 我以党主席的身份 再次向所有曾经在迷茫内受伤的人 致上最深的欠慮 对于加害者我们一律开除 并协助检调机关调查 赖清德强调会以零容忍处理态度 强化党内性评机制 也提出三项改革方案 但就怕目前浮上台面的 只是冰山一角 欢迎新闻张宽生 业余娜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